帽子的故事 小猴子笑笑说,可是我会爬树啊。 说着,他就跳到了树上。 小猴子爬呀爬呀,越爬越高,一直爬到了最高最高的树顶上。 小猴子拿到了胖胖的帽子,爬下来,把帽子给了胖胖。 胖胖拿着帽子笑了,他连忙说,谢谢你小猴子,也谢谢你们大象和长颈鹿。 鼠一鼠 山上一只虎 林中两只兔 家里三只猪 路边四只鼠 虎跑兔跳 猪走鼠叫 请来鼠一鼠